红星社在二代龙头蒋天盛 三代龙头陈浩南的历经图之下 数十年来凶罢香港被当之无愧的全港第一社团 近年来山基的毒蛇帮踩入后 社团连丢了四块重要地盘省势大捡 红星社东英社两家仇敌帮会 放下多年成见连妹队外 陈浩南猛龙卧将率领大军指导山基大本营 在台湾与毒蛇帮展开了长期争斗 东英社新任龙头大洞 受前任龙头骆驼中斗 抓住难得的机会带领旗下东英武虎奋发图强 一扫多年来被红星社压制的颓势 短短半年来社团发展迅猛 已隐隐有了与红星社并驾齐驱之势 街头巷尾竟是意气风发的东英门声 大东鬼为龙头社团不断壮大 他的地位也以今非昔比 出入之间簇拥无数尽显气派 相比之下近年来痛失致爱亲朋 右手残废日夜操劳的陈浩南 皮胎尽显两鬓斑白 不仅让人感慨岁月无情 当年文明江湖的靓在那青春一世 两人虽处敌对社团和多年交情 心形相细 大东尽显成意 弓星在台湾冲锋陷阵 我东英也不能坐享其成 按照江湖规矩 抢夺的毒蛇帮地盘会预留一份甘心 当日迫于压力 结盟东英 陈浩南实属无奈之举 如今本属弓星社的地盘 只得拱手让人身为龙头 心中当真不是滋味 大东这招以退为继 让他有苦难言 名正言顺的 蝉使了所有毒蛇帮的地盘 陈浩南一言九底 只得无奈接受现实 但其手下众多化石人 当真会甘心奉命吗 只怕不然 比如风头正盛的九龙城化石人 一剑 江山带有才人处 陈浩南大飞太子等人 随着年纪的增加 斩前过后 会狗大天儿又过于低调沉稳 难成大气 充满活力 无惧无畏的一剑 正是如日中天 这日 他与女友荔枝 好友生番小聚 正与两名东英社会员 在外大呼啸啸 戒酒声势 一剑对东英社 进来的嚣张不满已久 见两人如此狂妄 一声怒吓 招呼手下清场 两名东英会员 均是哈利的小弟 兴师不利 仍旧口气狂妄 与仗着社团 和大哥的名头 呼住一剑 不提到也罢了 一提东英社 一剑更是怒火中烧 他出了名的吃软不吃硬 几名小弟察言官司 不用大哥吩咐 按住二人 便是拳打交替 不多事 两人便被打得 跪地连连求饶 一剑本于借题发挥 找到声势由头 不想电话那头的哈利 却是并不接招 这两个混蛋 整日惹是生非 我早就想教训他们了 所以一剑哥 你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不关我事 对方明显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一剑怒气更增 命令手下将二人打断手脚 他与东英社的争斗 正式拉开序幕 红星社近期的地盘形势 变化巨大 陈浩南陈耀 组织高层会议 重组十二花石人 大飞 大天二 龟狗 身份 十三美 亮妈 继续坐镇原有地盘 陈耀 正式接任西环 花石人 大羽立足 庸妈帝 太子 韩碧 分别仪式左敦元朗 经过一番研究讨论 华石人做此也排序完毕 红星社五万之中 便以五位数开头 陈浩南排名首位 01代表 陈耀 大飞 太子 一剑 依此类推 韩碧 十三美 丽花证人 性格低调 故排名靠后 正常例会 陈浩南对近期与东英社 不断激化的矛盾 绝扣不提 一剑也始终一言不发 会后却与几名星辅 单独分析 他们军事判断 南哥想来做事沉稳 之所以不愿意生事 一是答应过大东 不好反悔 二来 东英社势力壮大 已不敢轻易开战 不过 面对这般东英子 一有机会 自己一定不会手软 咬住不放 与此同时 执行山机暗杀任务的 地中海 抵达了香港 初次到港的地中海 看花了眼 正由衷感叹 此地的繁荣安定 刚刚下车 便惨遭打脸 遭遇了强奖 十几名小混混 将其一顿痛厚 搜刮进身上所有财物后 才放弃离开 地中海双手护头 始终没有还手 只被打得满面伤口 一闪破损 看得赶来接应的洪圣 目瞪口呆 难以相信 眼前被小混混爆打 狼狈不堪之人 便是毒蛇帮的第一战力 地中海脸上略有尴尬 辩解自己是来做大事的 不敢轻易展露身手 惊动江湖中人 摆脱洪圣后 他找到了一些安静的明具 一次性交付了三个月房租 便开始详细研究起了 此次行动 自己所在的深水部 是亮妈的地盘 此人无足轻重 干掉他 身机肯定会认为 他在敷衍了事 韩碧十三美 为知名的国际大恶 他也绝对不敢轻易招惹 大天二 大雨 似乎近年来 又没有什么名气 选择谁来下手 当真是难以抉择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